昨天傍晚本来是昨天这个大概六点半要抵达台湾桃园机场的这个从英国飞回来航班机上载了一百二十七个人其中是一百一十四个乘客跟十三名机组人员那提前的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五点二十几分五点半就到了这个桃园机场那进来了之后呢他竟然因为他是他不是属于那种定期的这个包机他是属于这种好像那种一般的航班固定航班所以他回来了之后呢他就跟着这个一样接空桥他走一样的通道旅客一样走空桥出去 通道对但是其实那个疾管指挥中心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他就讲说他有跟一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旅客有分流啦从这一架班机出来虽然走了空桥走一样的通道但是分流但是我就跟大家讲里面还是很大有文章是这一百二十七个人首先有三个人确诊那三个确诊呢其中有一个是上飞机之后发烧他的CTCT值你知道吗是15.7病毒量是含量较高的一个十几岁的这样一个年轻的这个 这个青少年应该是学生的身份可是他都已经发烧了他居然还可以上飞机所以今天记者会就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的时候记者才问他就问这个指挥官问部长陈时中的时候那时中怎么回答发烧你还可以上飞机 是啊以前武汉的时候只要有发烧绝对不能上飞机的对不对这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结果今天陈时中指挥官 这飞机密闭的而且这样飞十几个小时那整架飞机里面都暴露在危险中了是啊所以他今天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他自己认为说第一个有可能说这个飞机的这个上飞机之前这个发烧的案例量测体温量测不实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体温可能是上上下下的虽然民进党他们一些民意代表民嘴还有包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都说上飞机之前他量过大概是一个两次都是36度可是上飞机之后他可能发烧了 所以他说陈时中说体温上上下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他拿自己举例说有可能我现在开机车会体温是正常的下一秒或者是没多久之后我就是体温会飙高我整个就发烧了 那么成我还看到了人我紧张了我体温也会变高啊这歪理吧这不是废话吗人不是身体是属于一个这个人的又不是冷血动物我们又不是学着外在的气温而改变的对我们本身是温体的动物我们的温度是恒温的状态没错有发烧就一定有发烧怎么还有上下下你现在看到这边 就是这个这次的这个大萤幕给大家看我想到有一种可能是普拿疼吃了普拿疼吃了什么药吃下去降了降完之后就烧回去那当然上上下降好那这样子我问你话他们如果防疫那么紧张如临大敌话后来这个他们不是到了这个机场之后呢有这个专车接送他们巴士接送他们到这个集中检疫所六个地方对那后来这个巴士的司机又被民众这个拍到检举说有司机还没清毒完成的时候他就把口罩拿下开始喝饮料后来记者也问 这个陈时中部长今天这个问题啊部长说阿中部长讲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不大我觉得很奇怪有时候就是针对其他国家我不要说谁谁谁从洋媚外但是你从听我这样讲你就会感觉到落差对今年出入二月什么样从中国大陆武汉包机回来你就你就把人家弄得好像是病毒一样全程穿那个防护衣还有那个化学兵军放化学兵去那边消毒还把飞机拉到机棚对不对 我刚刚是不是说这一次这两昨天的英国航班回到台湾他是还跟你一般旅客一样走空桥可是之前的是拉到机棚好像当他是已经就是带一个病毒的这个而且那时候还有化学兵团在那边坐镇直接做一个全面消毒消毒然后他们巴士运到集中检疫所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清洁消毒车就是跟在后面做清销那这次完全没有就只有这个分批送到六个检疫所巴士有专程这样接送那难不成欧洲回来就这样子比较怠慢的这种做法 中国他做的比较好吗还是因为那边是白人的关系又是因为人种的关系所以有不同差异呢利刚不要忘记这两天传出来这个英国的变种病毒他的这个病毒株B117他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那个可能性还会加强70%更让欧美国家全世界很恐怖哦否则新加坡还有这个日本韩国他不会用这种整个封锁边境的方式啊要这样子强制的封就表示这个病毒非常的毒所以各个国家害怕自己国内遭到大规模的感染 他才这样子封闭啊所以我说部长今天讲说问题不大那什么才叫问题很OK很大呢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是疫情爆发才叫问题很大嘛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是啊你要疫情爆发那这样的心态实在是太恶致了嘛你不能上半场表现得很好下半场就整个防疫糟精对不对是啊那大家都期待你不是防疫表现有国际有目共睹吗飞机经过长时间从英国伦敦飞回到这个台湾我们这个桃园机场那经过了这样子那机上的乘客你对他们怎么交代对那会不会铺落在 在这个可能的危险当中虽然没有办法确定那个发烧的这个个案是不是英国这个变种病毒我希望不是我希望就是一般的这个COVID-19他既然确诊是阳静的话好好的这个治疗他他已经送到我们桃园的这个卫福部的这个部桃园那边去诊疗那现在的状况我刚刚特别讲说这个是这一次英国返胎你看这个照片是从武汉返胎你看到没有两边这个你看人家那个隔离衣是整个全套的从这边穿过这个是如临大敌啊对啊那这里怎么回事看起来只穿了个像雨 一般这么轻薄的隔离衣就很简单啊所以我才会说你看两边就有落差所以不是我们要比较连媒体自己都看不下去说英国班机跟武汉的包机特别来做一个比较武汉还是特别的这个包机那做这个比较你就会觉得说包括减负了这个核酸检测的证明啊还有包括这个医护人员登机啊还有下飞机的地方进入航下动线这些武汉的包机就像是一个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能就全机都是已经这个染疫确诊的乘客 然后很很怕他们怎么样那英国人你就当作随随便便好了有这样走完流程就好了这不是差很多吗是差很多也难怪人家会觉得说你防疫怎么会有双标啊你怎么会有两套标准啊然后现在又拼命的帮这个巴烧的这个确诊那个这个那个年轻人讲话对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我也希望他没事OK但是我们这个凸显出政府到现在已经2020年12月28号了都已经新冠肺炎都快一年过去了你到现在这个时候 这时候的防疫有些地方却还做的这么样的松散你应该有一个整套的SOB流程嘛对对不对你防疫怎么会因人设事呢你怎么会碰到不管是你从英国伦敦回来的或是中国大陆武汉回来的你都要用一个同一个标准嘛这为什么反而碰到了某些人讲话就突然软了下来呢然后碰到了大家会质疑说你这个英国伦敦回来的班机好像没有其他各个国家这么谨慎小心严谨然后也没有武汉包机这个做到的这个一半然后你开始就在那边自我这样子说辩解然后又在那边说什么 不要用政治的考量不要用就骂人家什么都政治那当时在质疑说你们好像在歧视人家这个武汉包机的时候你就说没有这个政治的问题怎么现在什么都神也是你鬼也是你所以我实在搞不懂说一个很简单的防疫那你就用从一而终的这个角度去看你只要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处理原则民众看在眼里也都知道你最后的防疫没问题嘛今天大家都知道说碰到了这个防疫会很紧张对疫苗疫苗现在这时候不是国外有些国家开始开打了 今天部长不是开打我们还没轮到啊没有啊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还在慢慢等啊像不是说什么两千万剂三千万剂啊我上次听齐悦讲那个那个日本他因为常常往来日本这个台湾日本都准备了至少三亿剂的这个疫苗这么多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啊那我们台湾号称说政府告诉我们买了三千万剂的这个疫苗但在哪里我不知道还没看到那到底买的是辉瑞的这个BNT疫苗还是说买莫德纳我也不晓得但部长今天我告诉大家今天记者会记者也有问然后部长就说礼拜三也就是后天 三十号的时候他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完成的这个宣布所以大家看起来可以放心了吗我不晓得我还是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我希望是一个让国人放心的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说希望你买了三千万剂疫苗每一个我们全中华民国台风机码的老百姓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得到不管是你年龄从小朋友到这个老人家赶快让大家能够有这个疫苗的保护但是讲到打到疫苗的话虽然礼拜三后天才会正式跟大家说明宣布但是这个疫苗 它是有它的这个保存的存在的重要性就是它的设备冷练系统它的冷练要很强因为它要到零下七十度你刚刚讲的就是其中那个那个辉瑞BNT疫苗辉瑞BNT要到零下七十度甚至零下八十度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设备吗我们有简单的几记的那个液氮这个这个液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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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 那就是液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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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 之前不是在講說我們台灣的東洋公司啊 上市公司本來是要跟這個代理德國的這個疫苗 後來跟這個政府鬧得有點僵嘛 據說啦 小道消息傳出來是說 當時就是希望說我們政府 我們台灣沒有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儲存設備 不要說三千萬劑啦 三萬劑 兩萬劑 一萬劑 這麼大規模的儲存 你連一萬劑都沒辦法儲存 沒有啊 那當時廠商希望政府能夠出面協助 協助廠商解決這樣的一個設備 然後像這樣的一個冷鏈的這個儲存系統 你看他整個大規模的這樣儲存 那但是呢 政府好像就是不願意去幫這個廠商去出面協助 因為你那個設備投資你要花多少錢 而且你可能也來不及啊 可是現在這個東西波動進來 那疫苗怎麼進得來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他就是要在零下70度以下的溫度啊